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4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是现场实作教学的直播 好,那我老师,我们现在就开始 老师,我们今天一开始是新加坡团队 他们要请教老师 好,我们现在现场,新加坡,请你们开始 好,那张医师早 今天我们这里的患者是一位乳癌患者 他的,他有伤口已经有爆开了 然后那是右左侧,左侧的伤口爆开 那整个周围都是紧绷的 那除此之外,他的紧绷感也延伸到他整个手臂 刚来的时候,他手臂整个是肿的 左手臂是肿的 那他手没有办法提高 整个部位这边,整个都是紧绷的 然后伤口就一直出流浓 那之前没有正确的处理的时候 有发生过一些小事件 里面的伤口被苍蝇吃掉一半 然后又让那个苍蝇就生了蛋在里面 等等的 然后伤口就变得更糟糕了 然后之后我们也检查右边 他自己也会检查 因为他有去过基金会的 他就是那位跑到基金会那边一个星期多吧 那飞龙有帮他处理 右边的乳房也有一个肿块 那靠近腋下 还没有真正到腋下那边 也有一粒肿块 那这两粒肿块就发现后 我们也开始在处理 那从那时候他21号到我们中心开始来 就135过来处理 他的改善是有改善 不过他的那个换处那边 那个改善比较慢 那我们来的时候的做法就是 先就将粉泥搓背部 刚才在等待泥的时候 我们已经帮他搓了背部三次 现在是温温的 我们还有用红豆袋就跟他铺 接下来就是要按推他的背部 上背部 肩胛骨跟肩部 然后按完这些部位 通常他的那个肩部那边的酸汤 只是稍微减少 所以我就以换处就是他的手臂那边 跟他搓浆粉一按推 那经过两三次的处理之后 他的左手的肿已经消了 然后他的痛虽然有减轻 可是只要一天 一天没有来处理 他就会有时候会感觉到 那个紧绷又再回来 他比较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他的肩部 就两个肩整个是非常紧绷 再来就是换处他很努力就是一直有 灶灯或者是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吹他的换处 用热风吹风筒热风来吹换处的时候 他会觉得痛 所以痛的时候虽然是在温敷补充热 可是在痛他又在消耗 所以他就灯灶来兑换 那换处没有那么疼痛的时候 他就用吹风筒在吹 那这样的处理 就是说经过这一整个星期的处理 换处的周围有按推 来这里我们跟他按推 他自己在家里也是看你的士兵 就试着自己也在按推 非常的努力 那周围的那个换处的周围的紧绷 都有软化 都会有软化 然后他的手臂的那个削肿的话 他里面还有一些节节 都也软化掉了 然后现在是右边的这个 这个乳房这边的肿块 那个靠近叶下那边 因为它很小 它不是小 它是跑来跑去 我自己本身处理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没有办法 上次我们在学的时候 怎么固定它一小粒的那个肿块 我自己本身就有一点点的 就是挑战 那这样抓 这样抓也不行 我就干脆跟他抓起来 稳固然后踩推 待会我会做给你看好不好 然后那是他的那个 靠近叶下那边的肿块 就比较棘手一点 那靠近他的乳 右乳头 乳头旁边的那个肿块 比较容易处理 然后我们像之前学的 这样按推 它软化的也是比较明显 那现在我现在是在帮他按推 他的肺部 然后结果又转过来 把我脚底看他转化出去 好 可以吗 可以 按推方面 按推上肺部跟肩部 还有肩胛骨 可以 那老师你是要看看 我按推有没有问题 你应该是这样 我的建议 你可以先从他处 就是照你刚刚讲的 示范一次给我们看 然后换处你是怎么找的 也示范给我们一次 那这样我大概先确定手法 然后再来看还有其他 你在换处你说他会跑 那你也按一次给我们看 那我大概就知道 整个处理过程了 好 可以 那我现在先按推 变他的那个上肺部 跟肩胛骨骨骨骨骨肠 跟肩部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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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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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按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你的手法也满标准的 OK 这样都可以 好 那接着 好 我们现在转到 我们镜头转到 好 香港团队 好 香港团队现在交给你 好的 好 张艺师你好 你好 听到吗 听到 好 对 这个小朋友呢 今年16岁了 他那个 事成事成的很厉害 他从3岁就已经开始了 2月1号就来到我们这里 你看他这个腿 能看得到吗 看得到他这个腿 看得到 他的腿呢 身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很红 很红 而且 都有一些伤口在这里 所以 就涂不了姜泥的 一涂姜泥 他就痛得好像很辛苦很痛苦 所以我们只能是用那个 姜水 跟他清洗 然后照灯 还有炊机 把它弄干 完全的弄干 而且他这个很明显 他主要他这个手 是最厉害的 你看他的手这些 全身都是 全身都是这样子的 对了 那如果我想问一问 除了姜水我们清洗 我一般还在灶灯的情况下 还在那个炊机的情况下呢 帮他按推 一边照一边来这样子按推呢 让他热能一直补充 他就没有那么痛 按起来他就没有那么痛了 要不然他就觉得很痛很痛 所以我想问问郑医师 我们还有什么 家人也请教他们在家里 能怎么更好的帮他 因为他这长期以来 他吃的西药也吃的 他实在是 还有那些西药呢 内骨笋是吗 吃的内骨笋也吃的很多的 所以他现在他的药 已经是他很勇敢 这个小仙很勇敢 也慢慢的把这个药 已经是慢慢的减下来 但是就是很 他就说很痒 痒到他接受不了 天气一转变的时候会有点 他说天气一转变呢 他的身体的变化就很大 很痒 一直每天都是在抠 全是干燥的 还有 先生你能不能转 转一转过来 转一转过来 慢慢来 还有呢 他是整个左边 他整个左边都有存在着 重症肌无力 重症肌无力的状态 他这个左边是有点麻痹的 麻痹的状态的 他这个眼睛 眼睛这里也是没有力的 这个眼睛 经常是没有力的 整个左边都在麻 嘴巴这里也下来了 他这个嘴巴 嘴巴的左边呢 经常是控制不好的 所以你看到嘴巴这一边呢 也是 也是种种的 很容易往下歪 这样子 这样子的小孩子 所以他这一次来我们中心呢 是第四次来我们中心调理 现在你们看他的背后呢 他以前的背后 整个背后都是敏感的 全是敏感红的 现在基本上 背后呢 已经是开始有一点收服了 有一些光滑了 你看他这里都已经开始 收服了很多 现在在家里呢 每一天都是 用那个姜水泡脚 然后呢 洗澡呢 就用姜水来洗澡 每天都姜水洗澡 而且每天都吃姜糊 每天姜糊 你是一次还是两次 现在一次 每天吃姜糊 吃一次 你吃多少了现在 我教你10克有吗 半碗有多少 有没有10克 有 有10克 就每天大约就吃10克的 就是吃姜 吃姜泥 他也 以前就比较少 很少运动 现在呢 开始运动了 他说他能 现在开始能爬12 12层楼梯是吗 他现在能爬12层楼梯了 开始慢慢的运动起来了 所以 我们给他更大的信心 帮他调好他的身体 好吗 先生 好 那你有什么想问张医师的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什么想 妈妈呢 没有了 没有想问张医师的 他刚来的时候 这个整个脸 这个脸呢 是黑色的 比较黑暗的 很暗 现在呢 这个脸也开始调了 三次以后 这脸呢 也开始是 开始红韵了 对 嗯 好的 那我们就 转过来 我帮你按推好不好 好 小心慢慢来 好的 他的睡眠状态呢 以前是没有那么好的 现在你的睡眠状态是怎么样 小乡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吗 睡的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 好多 是吗 还可以 现在他也 晚上也婚夫来睡觉了 他现在的 这个耳后的头 跟这个枕骨呢 比以前是改善了很多的 现在你追 他 今天我就发觉 他的那个腹部呢 就很胀很硬 刚才已经 他已经是处理他的腹部 已经按了 按了他的腹部 现在呢 我就按他们的 按他那个 头刚才也已经按了 这样我就再按他的那个 上下背部 看一下他的那个体伤 怎么样 痛吗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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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痛 可以接受吗 可以 有点痛吗 有点 这里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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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硬 硬 刚才你的肚子 你的肚子 那前面不是说 我跟你按的时候 你都说那个肚子很 很脏很不舒服 对 那我现在这样子按的话 你的肚子那个前面的感觉 是怎么样 松一点 比较松了是吗 没有那个脏的感觉了 嗯 那很好 感觉怎么样 松 感觉是松了 是吗 嗯 嗯 这痛吗 痛 痛 他整个左边呢 整个左边这一边呢 都 这肌肉特别特别的很硬很硬 只能轻轻的慢慢的缠一下去把它当开 这感觉呢 没有这么痛 没有那么痛啊 嗯 好 这一边这边 有吗 痛 痛哦 嗯 能承受吗 好 这一边呢 痛 前面的感觉 嗯 对 对 对 前面有感觉 有什么感觉 你刚才的反应 可以 好一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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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好的 暂时对 我是想补充一下 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地方改善 而且有什么能指向我们 该应该怎么做得更好 好 刚刚 刚刚就手法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现在大家都有提升了 而且整个动作看起来也比较松软 那第二个要提的就是 它第一个 我们要处理患者 先要建立一个基本准则 就是到底它是属于重症还是轻症 这两个先分 我现在书本上是说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 就是属重症嘛 没有就是属轻重症嘛 那就是属轻症 现在就是直接这样分 一个是重症 一个是轻症 重症就是体力虚弱 轻症就是没有体力虚弱 好 刚刚 为什么要这样分 就是你要先确定 到底是要先以按推为主 还是以热源为主 这个要先确立 像你这样直接按推 我就会认为 你可能把它断定为轻重症 轻症 不是重症 就是你直接解决体伤 但是从你刚刚一开始的叙述 好像应该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我听起来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说它养时间很久了 对不对 从小时候 然后它只要天气一变化 它就会更养 那如果是这样 我刚刚没有听错的话 那天气变化就会更痒的话 那就代表它热能不足 另外还有一个 它眼尖皮 好像会下垂 没有力量 对不对 眼瞼 那这个也是热能不足的现象 所以基于这几点 我的看法应该是 当然体伤跟热能不足 一定都是有 但是如果两者偏向 要分出重症跟轻症 我会比较把它分成重症 为什么 因为刚天气变化 它会更养 那而且它养是全身性 那表示它这个很明显 就是一个全身的热能不足 还有局部眼瞼的部分 也是一样 那个没有力 无力就是属重症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也符合 所以这样看来 整个的处理应该是 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你现在做的是以按推 好 那刚刚又回到前面讲的 你刚刚讲 那热源使用上 它不能接受姜粉泥 因为太辣 太烫 它受不了 所以你用姜汤 这就有意思了 姜汤也是辣的 但它受得了 姜粉泥受不了 那中间表示 它是在辣的程度上 比如说姜汤有分 溶姜汤跟淡姜汤 你到底是用淡姜汤 还是溶姜汤 这个刺激也不一样 然后姜粉泥的制作 也是不一样 姜粉泥如果我们一般用 就是做到丑丑的这样涂 但是你看我们在喝的时候 喝姜粉泥 有时候可以做到很丑 有时候可以做到很稀 稀就是一口气 就好像喝豆浆这样 一口气就可以喝完 那很丑 你可能就要用汤匙 一口一口的喝 那如果像外用的话 那就更丑了 那就是 因为太水的话 不容易搓干 所以它又有分 所以到底你刚刚跟我讲的 如果以这样 它是可以接受姜 只是那个程度 到底它能接受到什么程度 以你的判定是 就是姜汤 但你姜汤又没有跟我讲 是比较溶的姜汤呢 还是比较稀的 这是其一 表示它是可以接受了 那我们应该用到它的极限 可以试出来的 好 比如说 你可能用姜粉泥的时候 你可能是用很溶 所以它受不了 那姜粉泥我刚刚讲的 你也可以做得很稀啊 就像喝姜粉泥一样 那做得很稀的时候 其实做出来 也是水水的啊 那这样说不定 它就可以接受 而这样的接受 甚至溶度会比你的姜汤溶度 那个更辣一点 所以既然是确定 它是热能不足 那应该是 好 以患者 以病为师嘛 以患者能接受程度 那这个可以测试出来的 所以如果姜汤可以 到底是淡姜汤 还是溶姜汤 那如果这样姜汤都可以 是否姜粉泥也可以 只是它的溶蛋的制作 我们也可以用心调配 以患者为主 那这样我认为啦 如果姜粉泥 做到很淡 就是水很多 姜粉很少 比例这样 它做出来 变好像水水的这样 那不就是跟姜汤一样 而且又可以搓背 可以舒缓 你姜汤泥怎么搓 了解我的意思 姜汤你 了解 了解 你根本只是湿而已 没有滑的感觉啊 所以这时候 如果我 因为我刚刚有看到 你视频在帮它 按推腹部的时候 那个是 感觉上真的就是按推 那如果有姜粉泥 它事实上还有带滑的动作 那那个会更舒服 但你那个 没有姜粉泥 如果只是一个很干的东西 或是只有姜汤的话 那可能阻力就会变得很大 那这样按下来 就会变局部的好像按推 那这样效果 可能还没有达到姜粉泥 那个甚至你做水水的姜粉泥 就起码都还比较有滑度 你可以这样试试看 那这样会不会提升它的疗效 我这一点是有这样的看法 其他你现在按推的手法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就是如果以我判定患者 既然它是偏向于重症 而非轻症的话 那重症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应该今天要展现的应该是 好 你说姜汤 这些应该我们来看看分 怎么样来把它快速的做出来 因为那个都很快 姜粉你去微波 加水多一点就吸了嘛 然后马上就变热热就可以搓了 这也是一个方法 这是我的建议啦 可以试试看 反正法无定法 都以患者能接受为主 好 我补充到这里 对 姜医师 我也判断他是重症 因为之前来我们已经是照灯 跟他用姜汤已经洗过好几次了 因为他都十点钟 在这里我们一直是用姜水 比较浓的姜水 帮他洗他的那个伤口 然后他的腹部也试过 用姜泥帮他按吹他的腹部 他按吹他都已经辣得很厉害 尤其是干了以后 剥削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完全不能剥削 所以我就马上就用姜水 把姜泥马上洗掉 然后再温敷 他才慢慢慢慢的没有那么痒 因为现在要开设 我才把那些 当中这些吹削 再弄走 这样子 他已经是 那现在我们就再帮他洗一次 他的内汤 给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姜汤 姜汤是比较浓的姜汤的 好 我看一下 那这个就像姜粉泥我说的了吧 我一看就知道 那个不是姜汤啦 姜汤是熬煮而成的 有分浓姜 那你这个一看就知道 就是我说的姜粉泥制作的方式 然后那个姜粉泥是 稀的姜粉泥啦 所以你刚刚用的名相错误啦 那这样我就能理解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你不如做稀稀的姜粉泥 这样就可以涂啦 这就对了 我刚刚讲的是指这个意思 你就是用这个姜粉泥水跟它 对对对 以后这个 就不要说成姜汤啦 这个不是姜汤 这个叫姜粉泥 它比较稀的淡姜粉泥 稀的姜粉泥 对对对 这样可以可以 这样用得很好 用这个灯一天来慢慢弄一弄 对 好 对 我们就一天照着灯 好 然后 对 用这个洗链子 是 然后慢慢的跟它 慢慢的开放 可以吗 先 这样好啊 这样可以啊 对啊 然后把它晒干了 用粉红再把它吹 吹干了以后呢 然后再来第二次 这样子一次一次 慢慢慢慢的把它清洗 让它的热能进去里面去 如果在擦的过程中 你是否可以用舒缓的动作 帮它稍微这样 稍微按好像舒缓一下 好像舒缓一下 肌肉的舒缓 这样应该热源 还会比较好一点 连这个子一起吗 连这个子一起吗 对对对 就是 对可以这样的 对可以这样的 是啊 这样热才容易伸透进去啊 你光这样吹 都还是停留在表层哦 这样 其实 其实你擦湿了之后 那个纸也可以拿起来 这样按压 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你可以拿起来 不是 那个纸可以拿起来 可是 你在按的那个 对对对 你就直接接触皮肤 那这样问患者 他能接受吗 你问他看看 可以接受吗 小鑫 可以 他说可以接受 对嘛 所以这样不就是简化了吗 那这个 这样就等于你是在涂姜粉泥啊 不是在涂姜汤啊 因为一看就知道 那还涂姜粉泥嘛 那这个也是涂姜粉泥 完全正确啊 所以 这样沟通就没有问题了 吸的姜粉泥 啊 吸的姜粉泥 因为它对溶的 它会干掉 它会紧奔 它受不了 那我们就用吸的嘛 那这个可以变化 那这样就对啦 然后你一定要推 如果不配合推的话 它那个 吸的姜粉泥 一样停留在表层 那个效果会差很多 那你这样效果 会比原来好很多 对 就是这样 不错不错 对 对 好 谢谢贾医师 啊 不错不错 对啊 这样 可以喔 你问患者 应该他会比较 会比原来舒服 对啊 你可以问问看 你现在这样推 哦 这样好 就是以他为极限 那这样就好了 哦 这样不错 哦 这样不错 这样不错 他说开始有发热的感觉了 对 它对热是比较敏感 那如果你又配合按推 他那个热可以更渗透到里程 所以他那个热会停留比较久一点 对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他目前又说他可以接受 那应该就是他的极限了 那这样 所以我说 什么都测出患者能接受 然后以他的极限 那这样效果是最好的 其实喔 你喔 用卫生纸 然后沾丝再涂 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他已经很稀了 你放在手 直接用手这样去擦拭 其实也可以啦 就少掉一个程序啦 甚至倒到你的手 然后湿湿的 哎 就可以用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他直接就下手了 因为他已经很湿了嘛 也没有像姜粉泥 丑丑的 会沾他的皮肤 你问问他 看这样他能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小鑫 可以吗 感觉怎么样 他说可以 感觉是发热的 好喔 那这样就好了 他只要他能接受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省掉好多程序了 对对对 我也感觉到他的那个热进去了 对嘛 一定要以皮肤接触对方皮肤 这种效果是最好的 嗯 然后这样才算是涂姜粉泥啊 要不然你撒 然后再吹干 那个都不算了 对啊 那效果会差很多 那这个就不用一直按 就不用剥削了是吗 张医师 这个没有卸了啊 就已经很湿了 嗯 就没有姜粉泥 结成干干的那种 就会很少 所以有没有剥 我看都没有关系 都滑滑的 对不对 这干就没有防滑的 干了以后 对 防滑的 对啊 所以 你要剥一剥 或让他皮肤搓热也没关系啊 但是已经不是在剥泄了 但是你剥一剥看看 我也很想知道 你剥一剥看他会不会更舒服 你不是在剥泄 你就看看 哎 你这样剥剥看 看这样他舒服吗 应该这样也算是一个 舒缓的动作 啊你问问他看看 我们现在不予剥泄就是 舒服吗 舒服吗 可以吗 小心 啊 还好 如果没有特别舒服就不用 那如果有比较舒服 就可以这样剥 没有什么削 对啊 没有削 对 就是 对 啊这样他舒 这样剥舒服吗 舒服吗 那这样子剥 啊 还可以 还可以 那就是有跟没有一样 那就算了 因为如果有姜粉泥干了 你再剥的话会搓热 那算剥了以后就更热 就会更热 那就剥 那就摩擦生热 那我觉得这样建议还是要剥 嗯 那这样更热 那这样更热 这样更热 嗯 这样是对 那以后这样就可以定 好好好 谢谢张医师 不会 那应该这样 将来效果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先 对 我们香港还有一位 那我们 呃 台中办事处 他们也有一位办理 要请问老师 那这个就 讲到这里 好 好 谢谢张医师 好 那台中办事处的人 你们先准备一下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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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一 他过来的时候 我会帮他 江泥 扶背 啊 然後再加上 按 推 这样子 他说 呃 不舒服的症状可以 缓解 然后嗯 昨天没有 没有按推 也没有 没有 就是 不苟 所以今天又开始不舒服 那刚刚 我们已经帮他 呃 敷过背 然后按推 然后今天是有再加上 肚子敷加很多部分 刚刚张医师在一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的那个画面 就是已经敷肚子了这样 那这是他目前的状况 那第一个我先要评估的 他第一个报受 我说处理患者 第一个要先分清 他是重症还是轻症 这个先分 那重症就是有体力虚弱 就叫重症 没有体力虚弱 就叫轻症 直接处理症状 那重症一定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如果我第一个 听到他 你叙述的说他报受 那第一个我就会考虑他 一定是热能不足 好 那如果我没有听你这样叙述 光从影像中 我也会判他为热能不足 因为我从他的脸部 红红一片 不均匀的 那我们说面无光泽 可以看得出来 是趴着引起的是吗 还是怎么样 趴着 来不是这样 趴着 趴着引起的 趴着 好 那这个就不算了 如果是来看到这样 就是好像红斑性狼疮 有这种一片一片 红红的 那这个就不行 那这个我就会比较偏向于热能不足 好 那如果这个是因为趴的 而留下的印机 那个就没关系 那我们一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 那刚刚他讲的 他报受 就是这个症状嘛 那还有其他什么 就是他说 胃食道逆流啦 不舒服啦 就是胃不舒服嘛 对不对 那胃不舒服就是体伤嘛 那一般体伤 如果说他体力很好 当然是以背部为主啦 所以那如果我们说 他报受 光这个报受一听 那就不用讲了 那报受就属于热能不足 才会报受 那所以你的处理方式是对的 就是一边涂姜粉泥 一边配合按堆 那效果是最快的 所以你刚刚这些 都已经做了嘛 对 好 那患者这样 他做完 你可以舒服多久 那个胃 大概一天吧 如果 维持一天的效果 那维持一天算 这种效果应该非常明显了 已经算有效的治疗 但是我觉得他虽然有报受 但是他的精神没有到很糟糕 就是我觉得他还可以 那不过以报受来讲 我还是会比较倾向 热能不足 因为他已经影响到身体的变化 所以他已经有壮的味道 那我们体伤是感觉而已 只是感受胃很不舒服 但是他从形体向也看出 他那个报受 就是整个功能已经影响到身体了 那这个身体要恢复 一定要有充足的热能去推动 组织器官维持正常运作嘛 所以这时候 只要一听到报受 我会考虑 就好像听到人说我精神不好 或是体力不好 那这样的意思是一样的 我就会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所以在处理这样 包括涂姜粉泥按推 能维持一天 我觉得这样效果就算很好了 如果以重症来讲 那他要注意的 就是患者要注意的是 他可能还要配合 因为只要到重症 就要配合怎么样 心情 为什么会消化不良 是不是情绪太紧绷啊 压力太大啊 这些他要自己去反思啦 这个 现在不跟我们讲也没关系 我只是说 如果遇到这样患者 那这个胃不舒服 第一个 然后又报受 第一个 情绪要考虑 然后再来要加强 叫他要加强运动 然后不要熬夜 要充分休息 这一类的 如果都能做好 那再配合这样处理 应该效果就会很好 他好像有话要讲 是吗 因为运动他说 他脚会痛 那我等一下帮他处理 你要讲吗 因为有脚底筋膜炎的关系 走路的时候 走久一点的话就会痛 或是站久一点的话 也是会痛 然后那个脚底下也会麻 麻的因素是因为 脊椎压迫到神奇 他有学过原始点 但还是认为脊椎压迫 引起到脚底 脊椎压迫一般不会 影响到脚底 因为还是 我们的一些大开关嘛 脚踝的开关 这些先帮他按按看 然后也可以 一边按 我上次去香港最后 教四肢最好还是在整极床 然后配合姜粉泥 直接怎么样 把它推进去 用顽骨 有没有 应该你们都还记得吧 这样推进去 他松了 脚底应该也会松掉 然后他就可以运动 因为不运动不行啦 到暴瘦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把它归类为重症的话 他一定要运动 然后心态 这几种配合 这样才会快速 那我确定整个的处理 应该是有效的 表示 有效意思是说 你处理的人没啥问题 所以才能够维持一天 那至于 他本身 如果要好得更快的话 甚至 让这个疗效更显现 他自己本身还要 有一点努力 那就是配合运动啦 那还要心情啦 这些来改善 那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因为你已经图过了 我就不再 因为我也没有看到手法 那如果有看到 我就会说 这个手法到底还可以哪里加强 像刚刚香港他们在转 我看有一些动作就稍微要修正 但因为听你的结果 你又可以让他维持疗效一天 那我看应该 八九也不离时 手法也应该有一定程度啦 所以我暂时就 如果这样听起来都没啥大问题 这样可以吗 那看看学员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那有什么问题我要问的 就是医生说我 那个肠胃吸收水分功能不佳 所以我经常会便秘 因为我还没有来这边之前 我都去看中医 因为便秘的关系 我请中医师帮我加软便剂 所以我现在就是靠着那个吃药 然后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会按摩肚子 帮助排便这样子 所以每天大概也都会有排便 如果没有吃药的话 也许就没有这么顺利 就这一点 我的建议啦 其实中医 如果开出软便剂的话 大部分是开一些 像大黄 盲销 这一类的 加一点点 它就可以让大便稍微顺畅 但以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这些药还是偏含粮居多啦 所以我觉得如果 要达到一劳永逸 刚刚讲的配合运动 让整个代谢功能会变好 然后加强腹部的按推 甚至臀部这些都可以按推 那涂姜粉泥一边涂一边按推 那让热源渗透进去 然后再来提醒一下内热源 内热源很重要 就是喝姜粉泥 我们现在每一餐都要喝10克嘛 它也可以喝 如果有这样喝 它整个代谢功能一定会变好 那我相信这个问题都就可以自己完成了 也就不用再考虑中医讲的话 或西医讲的那些话 这个都不重要啦 那些功能其实以原始点角度翻 所有问题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嘛 这样解决我认为就可以达到一劳永逸 好 谢谢张医师 好 那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张医师 好 不会 香港他说有一个患者 要补充请教一下老师好吗 好 可以 那就转过去 Bibi那边 好 我们现在把镜头交给香港团队 好 开始 好 我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我今天调的这个是 它是因为内风丝关节已经16年了 在这里调理了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 它的手跟脚的那个关节 以前来的时候是又红又肿的 现在情况已经赶上 不过现在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它的头部经常的头晕 每次调理的时候做完 它就比较好一点 可是第二天它又可以觉得头晕不舒服 还有就是它的颈椎 西医诊断就是有一些骨枝梳松颈椎 它很抗拒我们帮它按推颈椎的时候 它很担心颈椎不舒服 之前它的体力是很虚弱的 我们就做的帮它按推了一段时间 后来它的体力改善了 我们就要求它趴在肠上 给它调理 可是趴在肠上的时候 它很担心 因为它的颈椎的问题 它头晕的问题 所以我们跟它解释了 因为它的体上在头部 所以头部趴在肠上的按推 是比较解症的 我们也是由轻到重帮它调理 可是它还是很担心 因为调理了就觉得舒服 回到家第二天它的症状又来了 所以还有它的耳石 就是它不敢趴下的原因 也是怕那个耳石一把头趴下 它怕那个耳石会掉下来 就可以头晕 其实它的体上头部也是挺严重的 可是它的心理的关口 比较就是矛盾 所以我们跟它解释 它也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好想请教老师 它的心理可能是比较担心西医的 那个诊断 所以我们按原始点的理论 好想请老师对 跟你解释一下好吗 好 他要问的这些问题 我就以原始点角度来 跟它回答 有听到吗 我这样讲 你有听到吗 我听到 好 可以 第一个 你检查有骨质疏松 那是西医的检查 我们尊重 好 那对原始点来讲 那个骨质疏松有没有检查 对我们的按推一点都不影响 因为怎么样呢 因为如果手法不好 你即便没有骨质疏松 然后大力按压 也可能受伤 那也有人按个大力 骨头也会断掉 骨折也有可能啊 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原始点第一个 会告诉志工就是 手法很重要 不能用手的蛮力 一定要以患者 能接受的程度 也就是他们在按推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已经很痛了 那代表怎么样 那个痛 你已经感受到 你就可以跟按推的人讲 说我现在很痛 那也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而原始点是用这样来保护你的 就是患者他一定会反应 如果太痛 他会提出说啊 这样太痛 如果再按 那过重 可能就会出问题 这是来 就是解决我们什么 骨质疏松啊 或是西医讲的 或是你很脆弱 那如果我们手法又很轻柔 刚刚志工讲的 他是由轻而重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看很多时候 很多老人家 那个骨头都比你还差 来的时候筑拐杖 然后弯腰驼背的 我还是这样按推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你只要提出来 他们会特别小心 但在按的时候过程中 他一定会跟你问 就是这样你能接受吗 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啦 既然你去西医 你也不会担心西医 那为什么来原始点 你反而担心那么多呢 所以这个可能你在心态上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那再来你这样可以听懂我意思 所以可以放心的做了 因为原始点也不只在推一些骨质疏松 比你我刚刚讲的 比你老骨头比你差的都处理过 所以只要大家细心 然后你也如果过痛了 你要反应 那这样就不会出事 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刚刚提的 就是额头转动的时候 你的耳屎会好像掉落下来 就容易投阴 好 这可能是西医的一种讲法啦 但我讲的西医的讲法我们都尊重 但原始点的理论 应该他的想法不是这样 因为你之所以会投阴 一定有体伤还有热能不足 如果没有 你头部没有这些问题 他不可能投阴的 好 那刚刚你已经讲了 你按推完 然后又温敷回去 差不多有一天会好 那我问你 那这样说来 你一天耳屎都没有动吗 如果他还是在动 那你为什么这一天 他按完处理完 你会比较好呢 这样又说不通了嘛 所以可见他帮你按的 又没有去处理你的耳屎 到目前他也没有处理啊 那你又感觉疏忽 这已经很明确点出一点 你的投阴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引起 那已经做出来给你看 但是你们 你还是停留在那个理论上 所以这样说来 当志工帮你做了 有一天可以改善 隔一天才会又复发的话 我讲只要有一天喔 这样的处理能够维持一天 就是有效的处理了 这种处理已经算是有效了 你看嘛 即便吸药有时候给你头晕的药 有时候吃几个小时有效 之后又复发了也常见了 那他能够让你一天 比那些疗效更持久啊 而且又没有副作用 那我这样讲就是让你 不用再担心了 西医讲的我们尊重 听听就好 如果这样会让你疏忽 那应该就确定了 你真的就是 头部体伤跟热能不足引起 那体伤一定要按啊 那你如果又一直担心 你的骨质疏松 这样你心里有挂碍 然后操作的人也会有压力啊 这样不大好 所以刚刚你提出的问题 他们也会重视你 我讲的 只要两者配合 不会出事的 然后再来处理一段时间 你心情也没有那种压力了 其实修复体伤也会比较快 那你的头晕恢复就会比较快 好 我就这样的建议啦 因为你的问题 我听起来是心里的问题 极大 所以就你这两个问题 我就回答到这里 可以吗 换成学员这样可以吗 清楚了吗 可以吗 你有问题是吗 好 她可以 你翻译我讲得不好 我颈椎一二节呢 因为蕾峰湿就松了5mm 所以蕾峰湿就说 不可以夹顶它 她说会很严重 老师她说她的颈椎第一第二节 西医诊断松了5mm 所以西医建议她不能动她的颈椎 她刚才提问 好 那个颈椎 西医造出来我们 所以你应该是对原始点完全不了解啦 西医检查出来 不管是颈椎 太过狭窄 或是椎间盘突出 这些都是西医的讲法 甚至他们有时候也会说 你颈椎有长骨刺 所以才会造成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一切的说法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都尊重 但是不是我们同意喔 我说我是尊重她的讲法 但与原始点的角度 这些跟你没有关系啊 因为她检查出来 譬如不要说你 我的腰椎早就弯曲啦 我的腿也没有像你们正常的腿一样 我的腿是长短腿啊 我骨盆也一味啊 那我也没有关系啊 他们要按推要怎么样 我常常趴着给他们按啊 有时候他们要考试 都在我身上琢磨啊 那我也不担心 所以一个人不可能说生下来 活到你这一把年龄 每一节的骨头就完好如初啦 就好像新鲜的啦 都是正常的位置啦 不可能的啦 所以有些都会稍微跑掉一位 那些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在按推 也跟不会去按推你的骨头 都是在按推你骨头旁边的筋 所以它跟骨头也没有关系啊 也不会伤到你的骨头 所以能不能按 当然可以按啊 我甚至还有患者 他们颈椎还开过刀的 然后还装钢钉的 我还是按他的骨旁的筋啊 按得到还是有效啊 也没有出过问题啊 何况你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所以你的问题 颈椎的问题 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 可以吗 可以了 可以了啊 没有问题了啊 就耳后面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觉得呢 我的耳后面有一些筋呢 就是连着个颈拉到肩膀那里 整个都就是塞了 一塞的时候呢 就好像差不多那样 就会 我心拿着啊 混 就是好像那些血上不了脑啊 跟着走都走不了啊 这样咯 嗯 老师他的问题是 他耳后的 他感觉有一条筋 拉着他的肩膀 拉着他 影响到他的心脏都不舒服 好 那这个还是 嗯 身脏本身有两条血管 堵塞了 一半 一半 好 你刚刚哦 又提一个问题 现在不跟我谈骨头了 现在在跟我谈鲸了 这就对啦 因为骨头本身没有什么症状 那我们也不会去处理骨头 那是西医认为骨头会怎么样 所以他们讲骨头 那既然如果你也确定了 是鲸的问题 那你现在又扯出一个 血管的问题 那血管的 血管本身跟骨头一样 都不会有不舒服的啦 真正会让你不舒服 还是在鲸啦 所以包括你心脏觉得不舒服 那也是那个筋引起的 那现在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志工 正在帮你按推 把你让你那个骨旁的筋松掉之后 啊这些症状不舒服的症状 就可以改善了 所以他已经在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了 然后不是要骨头 我们就处理骨头 就像西医这样 那你血管有问题 我们就帮你开刀 然后再装什么血管支架这一类的 不是这样的处理 我们直接就是处理你的筋 不管 因为骨头本身也不会痛 血管本身也不会痛 真正让你痛的是那个筋嘛 我们把筋解决了 你这些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 谢谢老师 老师因为他体力需要 身体我们 他的热能不够 我们开始的时候 已经帮他涂姜粉泥涂过了 温敷时间也够了 我现在就开始做手法 请老师指导 把筋解决去 cuộc造型的 顾椒 词 顾椒 舔 肠 很有趣 非常少 我还从 看不太清楚 应该是要从侧面拍 看是从患者的脚部 那个角度拍过来 这样我才能够看到他的手 跟这样 然后拍的人 不要居高临下这样拍 最好是侧面 然后我要看他那个手 手跟脚的整体姿势 这样会比较好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比刚刚这样看得比较前面了 这样 他现在已经按到颈椎了 我看那个姿势应该是按到颈椎了 刚刚枕骨已经按完了 你那个已经最后一点 手一定要再翻过来 手 手 手心向下 不要再 手心向下 最后一点一定要 最后一点一定要 对这样 对对对 手心向下 好 你能不能快速 刚刚拍的角度不好 你能不能够 不要 先不要翻 你这样从头做一遍 然后快速的做一遍给我看 好 这样 我现在就快速的 对对对 快速的 你那个脚哦 能不能再站前面一点 对着他的头心 你好像 对对对 你站得太后面了一点 这样太吃力了 好 现在这样做会比较有力 你这样是不是比较轻松一点 对 好 这样可以 好 那另外一遍 叫他头自己转 最好你不要去弄他的头 叫他由来 然后引导他自己弄过来 好 这样 好 这样 同意 那个脚要站到 你这个可不可以 刚好站中间 第一脚 对 对 对 这个都有一点 对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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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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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再见 我们现在预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直播的内容 张医师在元旦香港讲座 现场有回答很多的学员的提问 我们现在都把它整理出来 我们利用下个礼拜的时间来播出 敬请准时收看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